環保觀念往下扎根 青島慈濟志工在普吉路小學 舉辦宣導 孩子們將自己平時喝酸奶 不製造垃圾的習慣 透過話具分享給大家 想讓更多的同學們認識 這種喝酸奶 可以用很環保的方法喝酸奶 這樣可以少用吸管 可以減少污染 把它裡面的剩餘酸奶喝掉 然後洗出來 它就是一種可以回收的資源 只要我們往垃圾 可是人的一個瞬間很有垃圾 但是我們不把它往垃圾桶裡 而且我們拿出來建立用一下 尊重給別人或者別人什麼利用 這叫什麼 這叫資源 誠如志工所言 垃圾與可回收的資源 往往決定在一面間 因此孩子也發揮創意 做了一場環保式裝秀 因為這些東西本來是要被扔掉的 但是現在被我們用來做服裝 是有它的最大的利用價值了 地球的資源只有那麼些 不管風吹雨降 它也只有那麼些 我們如果一再地浪費 最後只有一個光圖圖的東西 學生們表現出對環保的擔當 營造綠色校園 也向前跨了一大步 大約新聞這是美志工 原離石小域裡防偽 山東報導 作為報告